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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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各位觀眾 近上個禮拜直播 我本尊帳號還沒有抽到全套 就只剩下這根羽龍網 我本尊帳號呢 每次合作呢 角色是一定都要全套的 沒有再給你少於值得 所以今天不管花多少顆寶珠 我都要給他抽到全套為止 好啦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收啦 好 看中之前 我們先聽一個語音啦 加集一下好不好 欸呀 不過 斯汀羽龍你的語音也太短了吧 他幾句話而已 喔 但是 羽龍 你可以來的來 是須後該來啦 就全你一位啦 該團圓啦 好不 好 那我們準備開抽啦 第一個十連抽 GO 我拜託拜託拜託 來啦 第一個十連抽就第一啦 狗快點 來 我吐嚇 我拜託來啊 今天加倍啊 來來 來啊來啊 來啊 這個速度 啊 看我們來合UN 我 我都是抽顛叫 這 lasci Quest 沒錯啊 больш 第二個十連抽 GO 好 太厲害了 該看得下又進 紅序 paran 吐 Aqua 突然兩圈啊 dishon 真的假的啊 你太不用一直錄機了吧 拜託不要鬧了好不好 不跳了耶 真假的 喔 女龍哥 天啊 怎麼在講 這家的有膽耶 中 中了耶 天啊 欸 也太快了吧 好啦 好啦 本尊飛了半年多 終於轉歐了啦 不過其實也沒有非常歐啦 畢竟這次總共花了五百五十顆寶珠才第二彈全套 第一彈是因為兩年前有跟到 不然其實還少可以騎醫護跟移民共生老 對啦 其實 真的要兩彈要全套的話 我覺得沒有準備一千顆寶珠齁 因為我這種沒有歐氣的人 真的很難啦 好啦 以上就是 這次勾蛋就和死神 合作第二彈的抽蛋結果啦 那最後我們來做個總結感想吧 好 那這次死神 第二彈合作的任務 就全部完成啦 我個人是覺得這次合作還算蠻用心的啦 雖然這次合作沒有BGM 但我就跟你們說 死神合作分有很貴的 但就還能幫我們談第二彈合作 就要偷笑啦 這幾乎受神化感真的是帥喔 而且強度很夠 加上這次藍人超舊集 做的真的很用心 幾乎還原動畫全部細節 不過就是關卡難度 對新手來說就是偏高了一點 但多打幾次還是會過的啦 難度高一點的關卡才有挑戰性嘛 不管是適應玩超舊集或是藍人 關關後的那種喜悅跟成就感是很棒的 吧 其實我也懂不能常玩彈珠的人喔 打這種關卡 怎樣打都打不夠那種無力感啦 畢竟這兩個超舊集關卡沒有私人角色的話 都是有難度的 不過網路上已經有好多種工業法跟偏方 可以一拳帶走藍人喔 整個關卡都被挽懷了 不過如果真的還打不過的玩家們喔 我覺得可以趁這個機會找老闆幫幫忙 也順便可以多認識一些朋友 畢竟怪物彈珠不是單純遊戲嘛 對吧 OK那這次死神第二彈合作 角色就全部收集完成 也都點滿運啦 不得不說彈珠真的是一個很乾的遊戲 好啦最後的最後 還要感謝我們這次死神合作代抽 暴明者們啦 我們的吉林 三星哥 比利 還有我們的小宵 雖然沒有幫吉林跟比利充滿全套啦 但也陪了他們兩張卡牢 最後也恭喜我們三星哥 還有小宵都圓滿抽到全套啦 不過 這次死神第二彈合作最慘的都不是我們啦 是我的朋友啊 他這次帳號寶珠全部砸光了 這次死神合作總共花600顆寶珠 才抽到了兩隻錦上之機跟一隻錄奇亞 最慘的是他自己後面還抽到了50顆寶珠 丟了一個最後10連抽 爆死 喔 他真的被萬解喔 整根氣到把整個遊戲刪除掉了 真的慘喔 我已經要餵他了啦 但650顆才抽到兩隻角色 我真的不說真的蠻慘的喔 有人比他還慘的嗎 不過呢 他還是有心要玩啦 就看我們下一波的重播雨了 如果再沒幫到歐回來 我的朋友真的要減一了 不掛張 好啦 那最後感謝大家聽了我這麼多廢話 那我下周四會直播八周年的重播雨 希望到時候能幫我朋友歐回來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我們下周見啦 感謝大家 晚安囉